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战国时有个偷东西上瘾的人 每天都要去偷邻居家的鸡 有人劝告他说 这不是正人君子的品德 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了 他听后表示愿意接受劝告 却又说 那就减少一点 以后每月投一只鸡 等到明年 减成每两个月投一只 后年 再半年一只 直到最后停止 听到这话 前去劝告他的人和周围的人都不知该如何说他了 如果已经知道是错误的做法 就应该立即停下来 为什么还要等到多年以后呢 明知错了 就应该马上彻底改正他 找各种理由 闻过是非 只减轻错误的程度 拖延不改 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